古墓丽营 古墓丽营 嗨 大家好 古墓丽营9 作为古墓丽营系列 想要重新步入这种3A级大作的作品的起步 Square Enix花了不少钱 他们到2014年的时候 他们说已经卖出了大概400万套 刚刚收回成本 然后他们又发售了次数代主机的 也就是PS4和Xbox One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我使用的是PC版最高画质进行录像的 然后开始新游戏 然后困难难度 来先看剧情 罗拉真漂亮这一段 日本以南 尖人号探险队 诶 这个好像是魔神的耳机 我不说话了 大家看剧情 在我们的温暗中 在我们的温暗中 当世人发现前我们 我们找到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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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罗斯 刚上面的那个人应该类似于他的师傅这样的一个人 我要到水里面去了 怎么搞得跟刺客心鸟一样 主角也是上来掉水里了 好了 这个是集资云上了 刚才那个是CG动画 由斯维尔的那种 华丽CG作为开场 这么快就爬上来了 有他几个疼犯 是CG维尔的爱尼克斯 坚忍后沉没 苏莎掉到水里 然后就被抓了起来 现在在被往上吊 现在是倒着的 都要你别吓我们 好可怜 被倒挂着 跟个残检 跟个蛹一样的 被倒挂着 他在叫他几个队友 这一代总体来说 做的还是说实话 的确是更加容易上手一些了 不像前几代 找路找的 头晕眼花的这种 对啊 被火烧 这个大腿都可以烧烂了 这剩给插爆了 你是女RAMBO吗 哎呀呀呀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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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手柄狂阵 全是人的骨头啊 这不一定是人的骨头 我不离开这个地方 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全是骨头 好像有动物的 有人的 有骷髅 人头 死人被绑在那 这是哪啊 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个火把 我把作为前妻 比较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道具 罗拉真漂亮 这一代的罗拉 可以说是符合了 亚洲人这样的一个审美 毕竟她的总公司是 是福亚尼克斯 就是日本的一家公司 然后比较像FF里面这样的一个人物 还有就是 最早期的时候 罗拉做了三种造型 这种是比较中间的那种 还有一种比较预解型的 还有一种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年轻化的 这个是比较中间那种造型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资料 我这就看了一下 然后点掉 上去 谁你是谁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我想combat也combat不了了 瘫了 你还是谁呀 走了 好多 骷髅头 骷髅怎么在这个水下 飘着的吗 不是沉下去的吗 不要在意细节 哎 罗拉洗干净了 脸都干净了 我看一下罗拉现在身上什么样 大家现在看身上都很干净的 没有什么伤疤的 都比较干净的 意志力 想办法逃出去 意志力作为 这一代比较有用的 这样的一个 呃 技能吧 然后第一开始 遇到了我们第一个 小谜题 把这两个烧掉 这些木头都给拦住 这个就上去了 然后大家看这个东西 就是会在这边拦着把这些木头都给拦住 这些箱子破箱子都给拦住 然后我们上去 然后这个木箱子会把那个上面的那些木箱子运到上面来 直接跳过来 然后到这边来 然后点着这些木箱子 然后拆下去 你旁边有水嘛 只有木箱子这边是没水的 但是木箱子掉到水里面 为什么还会倒的呢 不要在一起 走走走走赶快逃 这怎么变成老代吐槽了 老代解说不是这样的 是剧情代表感 懂的 走这边 我这是录的石头 我去 又来这个 到哪哪 他妈 哎呀哎呀哎呀 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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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逃 继续逃 为什么一个爆炸只得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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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整个 洞都要塌 塌了 哎呀 手柄正 乱正 走 继续 苏尼 快快快快 快 快 忽然快 这什么情况 你怎么 你怎么追来的 你妹的 滚 继续跑 继续跑 跑啊跑啊跑啊跑 走你 神毕丽啊 继续出 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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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跑 有玩意的 继续 继续出 跑跑跑跑跑跑出来 rodatz 哇这个就这一段这个发型还是 我不是很喜欢他这种海菲斯的这样的效果 因为有点假 但也不容易了 就这样吧 满身的血 这是谁的血 你的吗 肾怎么样 一下逃到了外边了 你看他在现在受伤时候的这样的人物动作也是不一样了 我玩 看一下先看先看 剧情动画 救生艇 他们人呢 就是他的一些伙伴们呢 一定是往内陆走了 你怎么知道 Lora作为算是继马利奥以后最真人化的一个游戏明星 在90年代和2000年早期的 应该说90年代 TS1时代的时候 继马利奥64以后 做的最出色的一款3D类冒险游戏游戏 他的一代二代 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三四五代是重复了一代二代 因为他的编辑器玩法到了五代都是差不多了 还有六七八一直想求突破 但是被像神秘海域 被波斯 波斯 波斯 波斯王子这一代游戏 有了这样的一个超越 使得他比较有点不正了吧 失去了这种3A级大作这种销量的这样的一个宝座 然后这次斯科威尔他们 安妮克斯他们要把这款游戏重新 进入这种3A级大作的这样的一个行列 整体做的效果 这两还是比较不错的 耗资也比较巨大 但是他是因为他是用着全新的引擎 全新的玩法 所以说在制作九代的时候 耗资就比较大了 但是用这样的引擎去制作 第十代的时候 那相对来说投资就会更少一些 我们要从这边爬过去 我去 又给我玩阴打 赶快爬 这都是一开始都是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爬上去 这些的攀爬动作比以前那种比较生硬的 就更加的合理化一些 他的攀爬 合理化一些了 然后操作上面也比较流畅 哎呀到哪哪塌 这就是大家记住 我们九代里面的Laura就是到哪哪塌 又擦掉了 整个动作还是比较 然后剧情化的这种 即时运算的剧情动画也做得比较不错 你看大家先看到像我们这种 我们Laura不能跑步 这种慢慢走的地方是干嘛呢 一般就是游戏在读盘了 所以说因为家用机的一个原因 有些地方是需要读盘的 游戏几乎属于无缝链接 所以说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他会用一些 大家先看剧情吧 他会先用一些那种 补法让你快速跑的地方 他会游戏机 会进去读盘 所以PC机为了适应游戏机 所以说有些地方读盘还是比较多的 诶我们Laura又干干净净了 咱们是一个亚洲女的 叫Sam 发现那个DV 这个就是Sam的 火柴 布画机 现在Laura找到了双向无线电 获得新装备 然后这边有没有东西 现在还没有开始到收集的这样的游戏以后 让我上去 我去又来这个到哪了他 哎呀耶耶耶 你没事吧 Laura 她挺疼啊 你这样摔 你摔多少次和身没事 lid 是不是 Motiv 这种软妹子的形象,不像以前是玉姐形象的那种,你看这种某妹子,胸部也没那么夸张了,以前巨夸张的那种,现在还比较好了。 有人来过,喝水,淡水,太好了,哎呦,冷,这段做得特别好,我每次看到这一段都感觉特别冷的那种感觉,身上在发抖。 你哪来的干草啊,算了,不吐槽了,老代怎么喜欢吐槽了,不吐槽了,最后一根,千万要点着。 好,着了,这个角度我喜欢,我知道你们在看哪儿,这感觉真好。 在看DV了。 那一样,没了。 在 Warren,aran派 trouvé一个人之iałem的主ef Alge MBA, honoring与她建宾三宗的朴はلف裹 冒冲王是住在马 조校的素兴称mil能,美孙之股,君子和你真正的。 最真的。 原来真实吗? 幸可以吧,是的。 我正正在正在选 Chang那今天 plugfon的 now. 每个人都在线上 什么你这么严重? 我近到什么 我肯定的 我只是不知道 如果其他人会听 或甚至如果他们应该 Lara,你知这东西更好比任何人 seriously 我只是说这来让你感觉更好 我相信你 Roth相信你 你懂了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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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她不是一直这么严重 你知道吗? DB就是她的 胖哥哥 你怎么可以建议 我不是这么严重 Lara 这不就是Sam的家庭 我也是把我的资金也放在线上 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些资金 这个资金不会继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向西方 而不是西方 没有人相信 Yamata 没有人相信 Yamata 是那么严重 这些书都不支持 那些书都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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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ata 我曾经说到Roth 这些书都不说了 这些书都不合理 在其他人的手段 调查一下 博士 这些书都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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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书都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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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会看到 我会看到 我会看到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这是我会看到 我们没听说 那些书都不支持 那些书都不支持 这些书都不支持 有这个书都不支持 那些书都不支持 一 Challenge 现在船已经沉掉了 诶 雨停了 野外求生的女人寻寻食物 要找吃的 鹿 我可以用那砲 好 去找那个砲 找弓箭打猎 我可以做这个 我去 又一下 到哪儿哪儿 一把武器 临时长弓 好 试一下能不能用 然后我们先把这边挤 专注力 知道你饿了 老代帮你找吃的 我们先到这个正中间的这个上面来 然后有一只鹿 专注力 我们想要找这个 我可以找到 一只鹿 上去 这只鹿 我们再来一个 我们先到这个 还有这个 我们先到这个 我们先到这个 抱歉 把肉带回营地 我小吐槽一下 在一般小岛上的 不会有太多的这样的一种物种 因为它无法形成这样的 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链 只要一点点食物链被破坏就完蛋 因为这是小岛嘛 不可能有太好的食物链的 哎呀 完了不打了 我们走吧 跟着我们的感觉走 阳光的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录像的时候会把亮度打高一些 因为这一代整体颜色比较暗一些 所以说为了大家看得清楚 所以说我的白天的话可能有点发白 但晚上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行了 这个是技能点升级 然后搜刮动物取得额外奖励 是我需要的 搜刮动物 尸体和食物 储藏处可赚取额外经验 对 那是很可怕,这就是我的错 Lara,听到我 我寄了一个SOS从 Endurance前我拒绝了她 希望有个人被捕了 我跟其他人聊了,我们在我的位置 拜托,来找我 我必须留在这里 你能做这个,Lara 记得当我们踪了Snowden 罗斯是我们罗拉的师傅一样的一个角色 和他的老师 好了,我们现在想办法离开森林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还没有装备,只有技能可以升级 比如说现在没办法用 有音乐,他们听到音乐了 Lara一到新的一个地方,他会有一些日记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要想办法离开森林 我们待的地方叫沿岸森林 好,以希德,这是以希德的技能 这个是装备,有些什么样的装备 然后这是遗物 还没有发现遗物 然后文献,也没有文献 找到文献 这是地图 这是几个流行里面的系统 然后发现一个新东西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些什么东西 现在就继续走吧 有人吗 有人吗 这个门打开了 刚刚还是关着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地图不是很大 所以说在这边主要给我们的任务 就是打猎 所以说我们现在往这边走 火把在此 火把在此 行啦,下去 你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太阳的这样的一个标记 你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太阳的这样的一个标记 因为你只要深究起来的话 有些地方的确是不科学 不合理的 我们就是观赏一下 在做什么 然后这是一种收集物 有25点的经验 然后 这是张充满恨意女人伪装成恶魔的传统能面 然后 里面有白漆的痕迹 无论用 谁用过这个面具 肯定会出自高贵的家庭 这是一种像古墓利盈比较传统的这种收集这种 其中一种收集物就是 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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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起来比较好 哇 肉都臭了 找到了我们第二个工具 好 翘斧获得新装备 这个地方就可以 使用翘斧打开了 没必要 走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地上有一个东西 然后翘斧把这个门给撬开 反复清点 把他撬开 又下水 像这种感觉就是神秘海域里面就有这样子测过来的这种感觉 那个叫西方分裂也有这种感觉的 这水应该是爬上去 像这个地方慢慢走的地方就是游戏在毒盘了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让他速度起来 就是游戏设计是要规定好的 就外面会碰到大的新的场景 出来了 这边游戏基本上属于无缝状态 他说到这边生好火 跟其他另外同班说你笨有烟的地方来就行了 这边的地方就会让人有点准备 我们跟你的组织刚才聊了,他们進一步了 看,他锁了我的腿 那我最早应该做的 我抱歉事情,我是曼太伊斯 我开始教训 这个人在岛上多久了,你看他脖子上挂了很多东西 他也是估计到这个地方来很久的一个人了 對 Sam here was just telling me about the sun 對, Himiko 可以告訴我更多嗎? 我很興奮 好吧,相信它 幾千年後 Queen Himiko 大概跑到日本 她愛說這個故事 Himiko是美麗 但也無盡力 和能力 傳統說 她有娛娛的娛娛 然後她會失去 她會失去 她經歷了 她被控制了一群衛生命 她的巨大風呂 她們跳了非常大飛行 他們抓了雙方 她們說 她們的衛生衛 她們拳了 她拳了 所有的衛生 從湖到河 宇宙 海 但什麼事 你 我们的罗拉也累了,怎么让你人呢? 我妹子就在卖萌了,哇塞这一下骨头不断了 哇,这是,这是,呆野兽的,一下子上去就差不多了 狼,小狼不要来,老呆害怕你 哦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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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 glad you're here Is Sam with you? She was with you? She was here, with that man,athais But I passed out.When i woke up they were both gone You can't shoot me go one thing off We need to find them Now, wait wait wait, what about Roth? Okay,let's split up.One of us go with Lara and meet up with Roth, the rest of us should fan out and look for Sam 现在要找罗斯和萨曼莎 他们要去找罗斯和萨曼莎,萨曼莎就是那个亚洲的那个女的样子 罗斯是她的师傅 放开你的脏手 你还会用枪不 你坐这里 我会在前面 好 这样子就不会用枪的货色 行了,要继续移动,赶上惠特曼 然后我们看这边能干什么不 什么都不能干,技能点什么也都没有 然后我们先把火给点着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古墓的 去一次吧 但我要找一下,具体在哪我也忘了 我们先收集一下 这个叫有个新东西叫残料 要多收集一些这样的一个残料 我们先收集50个 他叫我了,这个人在叫我 然后这个地方会刷狼出来 狼是比较烦人的 但一般不会秒人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找点这种 这个必须要找 不找我没法过关的 狼打,这个鹿可以打个猎 哎呀,好棒 不动我就射你 神庙 我们先把这个火锯 火把给点起来 然后把这个给点下来 残料是一种收集品 然后地图上是标不出来的 就是去半渡上去收的 这是一种收集品 这是我给大家读一下 我只要收集到了 我就会给大家读一下 因为会涉及到一些剧情 萨曼莎制片人 惠特曼让萨曼莎很难做事 大好人博士在这趟旅程中原形毕露了 惠特曼就是刚才的那个拿枪的那个男的 惠特曼这个人真的很爱小题大做 我还是不敢相信他竟然为了那次拍摄的事情发脾气 我的意思是 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 不是吗 他又不是对这次探险的实际研究做出什么贡献 然后我只只要我们能找到行马台 而且开始拍摄后 他就会冷静下来的 也许是个麻烦人物 但他至少知道在镜头上应该怎么表现 就他们可能过来拍类似这种纪录片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华学历比较不错 那个我只要做好分内的工作 保持心 平气和就好了 我一直有在拍摄Lora 但他并不知道 我真的希望 他到时可以得到应得的赞扬 我说这个说个题外话 他可很上进的 就说Lora 我觉得他是天生的考古学家 这点可能会让惠特曼嫉妒而发疯吧 就跟我们走在一起的那个活 不过等到他发现这点的时候 我们早就在特柳莱德参加探险记录发表会了 这是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Samsha制片人 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文献 森林海岸应该还有一个文献的 我们没有找到 我们现在就在森林海岸 这边有几个文献是可以收集的 然后现在在这个上面我们没有任何的技能 我们找不到那些 呃 稳献 必须看到才行 我们碰到路 能射就射上 我玩的不会那种速攻型的 速攻型是可以玩的 因为我这游戏已经通关了 这次录像我是先通关后 对对 我跟大家说吧 我已经通关过录好一版了 我觉得不满意 我就重新录的一版 因为要录的录好一点 还是个比较不错的游戏 还是个比较不错的一款游戏 还是个比较不错的一款游戏 我们现在等于是在做支线任务 逐渐就是跟上我们的那个火 那我们先去跟上他吧 在那边我先过去 老 行了 行了 轻轻转 打电话 对 继续 他在说他那个博士 你做不警告我这边有狼呢 刚才不是已经干掉几个了吗 还有警告啊 行了 先上去到他这边 他先过来的 然后我们跟过来了 I've seen these before They must be ritualist 这妙的镜子很特别有趣 看来是它做的很久 这些岸的明天不相信 侦借过一些巨大人他们曾经比我们 颇护的预备 对,我们也希望我们不成功了 看一看如果您能够工作另一边 这个面部表情罗拉做的真的不错,大家自己可以看罗拉的面部表情,还是比较不错的 现在我们要找一个把手陷入将军,寻找营地,升级斧头,我们现在刚才因为收集了一些残料,我们可以把斧头收集一下,斧头升级一下,再装备,升级斧头,升级好了,已经强化了,这斧头只能升级一次 然后,OK,我们看一下装备,已经OK了,然后这个地方我没有记错,是有一个古墓的,我们去到古墓去一下,我们找一下,具体在什么位置来着,好像在这边 这边过不去的,这边过不去的 中间还会遇到狼 在这,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这 在这不,不在 有点忘了 因为草地里面它没什么标的物,这特烦人 反正就这么点大地方,很快就能找到,在这 这是我们第一个古墓 又找到一个,也是萨曼莎的 这是萨曼莎日记内容的一部分 它,看来它正为某件事所困 它对于这次探险是不是有什么不祥的预感 Lora很没有自信 所以为了它,让它,等于是正能量一些,正向一些 我总是保持着笑脸 但不知道怎么的 对于这次探险我总是感觉有点焦躁 整个人相当局促不安 当我们行进龙三角时 我甚至开始觉得想吐 这可绝对不是这种 这可绝不是那种 兴奋的紧张情绪 我到底怎么了 我应该要很好,很兴奋才对 这趟旅程将充满精彩的故事 现在我只需要快点把这种情绪丢掉就好了 也许我应该说服Lora休息一下 和我喝一杯 这个就是萨曼莎给她 呃,留的那句话 这些东西是需要收集的 就到处在整个地图乱逛 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来说这些古墓 如果从我身边擦肩而过 我正好碰到了 我就进去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特地找过来 然后后面的一些小东西 有这样的文献 我就给大家读出来 然后那个 包括一些我搜索到的古迹 然后到最最最最后面的时候 我看有没有空有空的话 我把所有的这些文献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现在是看到 给大家读一下 看到就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地方是古墓 你看大家看到了 比如说机器开始读盘了 读盘以后就会有时候 帧数会下降啊 下载古墓 这个翻译有点问题 实际上就是读取了 你读取古墓 找到了 你找到新的古墓 古墓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这种 谜题 所以说你不去找古墓也行 所以说就不喜欢解谜的观众们 玩家们他就可以 所以游戏设计者把我们分的很开 你想解谜你就解谜 不想解谜拉倒 对不对 射这个 这个地方的谜题 他一开始我觉得这个谜题是有一点小难度的 就是说设计的难度有些太大 设计的难度有些太大 这是一个煽动 总体来说 第一个先把这个给射掉 第一个下面一进来 就射掉一个 然后把这个树给烧掉 把这树烧掉 上面是一架飞机 进门第一个先干掉一个 先烧掉一个 然后往右走 看一下什么时候我先上去 先上去 看一下 回忆一下 先到那边去 先上去 对的 然后上飞机 然后跳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个推倒 哎 不行 好吧 错了 应该先把上面射掉 然后射掉以后 然后 这个下面就比较好推倒了 就可以推倒了 现在才能推倒 有灯 有灯 你就射一下 有灯就射一下 有灯就射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就这样 被烧掉了 第二个搞定了 然后 我们要搞第三个了 然后 想一下 回忆一下 往那边走 从这边上去 然后把这个射下来 这是第三个灯 把它射下来 掉下来 然后爬上去 第三个地方烧掉 第三个地方烧掉 OK 三个了 我们就是解决掉一个谜题以后 然后得到经验 那他再一个就够了 这一个就直接再从这边跳过去 他的正对面 这个是最快的一个顺序 然后扔一个这个 然后把这个给烧掉 这个也会烧掉 然后再再捡一个 等他这个先烧掉 OK了 那我 再往上面这个地方再扔一个 这里面有很多木箱子 大家会看来看 木箱子全部掉出来 如果不搞掉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往前 往前走的 然后奔着这个走就可以了 就五个五烧五下就可以了 顺序应该也蛮好记的 因为中间没有卡住 如果我自己在那边找的话 就卡住就比较烦人了 这种谜题属于是 会者不难 男者不会 第一次研究的时候比较麻烦 第二次操作起来 就没有什么操作的要求了 然后直接爬上来 每个古墨都是这个样子 剪掉一个谜题 最后打开这样的一个大箱子 然后我们的罗兰会感叹一下 停了 然后整个古墨探完以后 他会 我来看一下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 用这个 撬棍一样的东西 直接就滑下来 然后直接到我们的洞口 到洞口以后 游戏肯定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毒盘 所以说我们就在山洞里面慢慢走一会 速度想快都快不起来 我讲我之前录的 后来我不要的那个版本 是因为很多文献 我没有读 没有很好的了解剧情 纯粹玩游戏 我觉得那个 不好吧 反正 我还是比较想把剧情讲一下 但是录实况呢 又可以比较好的体现 体现它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包括技术上面 我已经通过一次 所以技术上也比较成熟一些 玩前面也比较好打一些 解释出 给观众们解释这些系统呢 也比较清楚一些 就随手自己玩路都不认识 那出什么视频 可以回家睡觉去了 就没资格出视频 我现在只能带二十发攻 走 舍不上 如果不蓄力的话 他特别特别特别 就死不掉那种感觉 这边弓是比较多的 所以没关系 这个碰到他搬滚两下就可以了 弓现在应该是满的 总共只有二十发弓满的 到后面是弓的携带量是可以升级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 现在有些地方我们还上不上去 需要我们到后面有新的道具装备以后 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地图来 然后再进行一些探索 到时候我们有新的技能 有些要的一些东西 就全部显示在那个 这样的一张地图上 我们探险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新的剧情 然后 那这边有箱子 因为我们的升级过了 可以把这个箱子打开一下 然后我们在我们刚刚的那个地方 也有这个箱子 我说的在前期的时候还是很重要的 我说的重要是 我们还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地方去一下 因为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箱子 多滚两下 他就跟狼狼没办法了 射头是一箭一箭死的那种 走走走走走走 一定要拉弓拉大一点射头才行 要不然很难射死 因为我是手柄嘛 瞄准还是 瞄准还是有些难度的 少废话 你到我旁边看着 都不来开两枪 你妹的 然后 第一关的话 因为到后面以后会进入一个 相当于这第一 第一集相当于一个序章 所以说 我如果故事往后面继续进行的话 时间会超时 所以说大概就先录到这个地方 我会到这个地方去收集一些这样的一个残片 以至于我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进行游戏 然后 会把门口的 你看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收集的 你看这样 用一下这个技能 空间剪一下 残片收集一下 它是比较有用的 像现在残片都不是很多 从我们一开始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下来的 你们不玩 像我现在 都没玩的熟了 都认路了 这地方还有一个箱子 怎么样 一开始我们打不开 所以现在把它打开 行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没东西可以升级 弓箭也没法升级 然后这个地方我再稍微录一会儿 但是 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吧 我实际上 这边有个挺东西 小东西 间位秘宝 收集套件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叫收件秘宝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一套一套的 很多很多 很多这样的一个东西 也不知道是在干嘛的 就是 这可能就是这种无聊性收集品 就是没什么实际价值 也没有信息 也没有什么东西 也不是什么宝物 就是一些小东西 然后多开开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宝物 都收集到一个宝物 这就是一些地图 你叫无聊的时候 哇 有点吓人 然后 日本能剧演员 可能藉由面部 的抚养动作 让死板的面具表达 看出不同的情绪 应该这是面部 什么头部的抚养动作 好吧 我也不多做解释了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总共有三个 这样的道具 就是纯探索 谁能把这些东西 全部背出来 那我绝对佩服他 那他的机型绝对好 像我们都是一边看 一边一边搜索 一边看一边搜索的那种 这边有个东西 这个东西好像给他设下来 每张图都有这样的一种 猎鬼者 每张地图有不一样的这种 这个叫猎鬼者的设计品 有十个 要找到十个这样的东西 去把它给设下来 要封掉的那种 我是没这个爱好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吧 反正有很多 然后这上面又有一个这种 玉 我们就当在这打猎吧 走 打打猎的话 是有经验的 我上来 我们现在那个没有其他的工具 所以没办法近战 如果有近战就比较好 是好对付他了 可以挖一下 有30点经验 可以升级一下 但这些东西经验来源 最大的就是古墓 古墓 探一个古墓就很多的经验 先对这些狼 我已经不怕了 最早期玩的时候还是蛮怕这些狼的 现在 对付他也比较好对付的 基本上 这就算被他咬住了 也不会马上死掉 就会有个QTE 给你去QTE 想一下 谁能找出那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看像还有一个小东西 我就没找到 到后期的话 就可以有这种地图 可以探出来 我刚刚跟大家说了 行了 这一集第一集古墓零酒 老大解说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赏 喜欢就关注一下 好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